2023花蓮太平洋回藍鐵人三項錦標賽 17號是在鯉魚潭國家風景區熱情登場 來自各縣市及國外的1500多位選手 進行的游泳、自行車和路跑等挑戰體能賽事 活動在下午圓滿結束了 各組成績出爐 其中年僅11歲的王玉祥成功挑戰56.5K 鐵人新秀脫穎而出 這項賽事由花蓮縣政府指導 花蓮縣體育會 中華民國越野鐵人三項協會攜手主辦 清晨五點在鯉魚潭遊客中心舉辦開幕式 太平洋回藍鐵人三項錦標賽 今年邁入第三年 由於被視為是國內重要的鐵人賽事之一 參賽的人數遠比之前增加許多 2、1 3、2、3 來參加2023 全國太平洋花蓮回藍 三鐵人三鐵錦標賽 能夠來到我們花蓮好山好水好空氣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運動環境 今天能夠在一大早大家來到這裡 我想每一個人都可以發揮自己的極限體能 在這風光明媚的地方留下深刻的回憶 所以說今天很高興我們來自全國各地 甚至有一些是海外的選手呢 來參與發揮縣政府首舉辦的鐵人三項 在這裡僅代表副分級立委來祝福我們今天活動圓滿成功 更祝福我們所有的選手都能夠發揮你個人的潛力 盡力往前跑讓我們能夠有更好的成績 縣府秘書長代為縣長徐真偉向選手表達熱誠的歡迎 他表示鐵人三項不僅是體育的競技 更是對個人極限的挑戰 尤其是熱場賽勢在好山好水好空氣的花蓮舉辦 相信更能夠激發選手的潛能 而與會的貴賓包含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處長翁舒明 中區服務中心主任賴錦昌花蓮縱骨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呂宜潭管理站主任蔡薇平 立委副婚旗服務處處長陳文青 花蓮縣體育會副理事長曾偉亮 秘書長邱明洪 中華民國越野鐵人三項協會理事長賴小春 瘦豐香池南村長張清飛等人 也都到場為各賽事名腔 記者凌結瘦豐香採訪報導 第四名童安麗